你还记得这个女孩吗 她凭借豆瓣高峰电影排行第六的 这个杀手不太冷一鸣惊人 饰演的马蒂尔达古灵精怪 深入人心 她以同性身份出道 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抢着药的高材生 也是奥斯卡金球奖双料引后 她的人生一直都是大女主剧本 纳塔利·波特曼 她的名字就是一个传奇 湖中女人 改编自劳拉里普曼同名畅销小说 是纳塔利·波特曼 在今年三月的离婚风波成案落定后 第一部正是和观众见面的作品 严格来说 也是她主演的第一部悬疑电视剧 是家座还是烂片 当然由你们来定 1966年的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蒂摩 一个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城市 住着大量的犹太人和黑人 感恩节庆典当天 女孩泰西沉浸在活动的氛围中 等着主持人派发礼物 在拥挤的人群中 泰西挣脱了母亲的手 走进一家水族馆 这里专门售卖热带鱼 店主看上去脑袋不太灵光的样子 罕见的白话食眼鱼 吸引了泰西的注意 有个男人热情地和泰西搭讪 而在这之后 泰西就失踪了 现在 轮到我们的女主角麦迪登场 她依附丈夫施瓦茨先生 成功继身于上流社会 但她的生活并不光鲜 每天做着家庭主妇的活还被嫌弃 感恩节当天 施瓦茨突发奇想 邀请麦迪的高中同学聚餐 麦迪不得不临时跑到居家15公里的肉铺 买到和教规的 有犹太认证的羊肉 肉上残虑的血弄脏了麦迪的黄色洋装 回家之前她还要参加演讲 脏衣服有失体面 路过百货公司时 麦迪看中了橱窗里女模特身上的漂亮裙子 恰好这条裙子卖得很火 只剩下一条了 尽管店员们都很不理解 像她这样身份高贵的人 怎么能穿模特身上脱下来的衣服 但在麦迪的坚持下 店员们还是将女模特拖到十一间 粗鲁地让她换下衣服 却连件可以让她穿出门的外套都没提供 女模就在更衣室里等了足足半个小时 她叫克利奥 30岁 膝下有两个孩子 男友不靠谱 沉迷彩票 克利奥最痛恨这种行为 年幼时 父亲男人他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购买彩票 赢得大奖后抛弃弃女 到现在都没有音讯 给克利奥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为了养活孩子 克利奥不得不打好几份工 他可以是百货公司的模特 是酒吧里的调酒师 同时也是黑帮偷偷咯噔的记账员 克利奥有个梦想 渴望加入当地女议员的阵营 为更多受到歧视的同胞发声 他受邀参加了一场女议员举办的演讲 同一时刻 麦迪不好装 总算赶上丈夫要是他参加的基金会演讲 镜头在两场会议中来回切换 凭借的是两种检验不同的女性历程 此时的麦迪不会意识到 生活中流动的暗勇 会将他们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有人打断麦迪的演讲 召集更多人加入搜索阵营 寻找失踪的女孩泰西 麦迪也想参加 她膝下育有益子 作为母亲 她能明白失去孩子是怎样痛苦的事 但当时的女性是被禁止加入搜救队的 保守的家规更是不会允许麦迪抛头露面 她只能回家为家人和客人操吃晚餐 麦迪身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 几个高中同学为了讨好丈夫 捅出麦迪曾有过一个初恋的事 并且失踪的泰西正是初恋的女儿 这件事丈夫从不知晓 她追着麦迪质问 为什么麦迪这么想要寻找泰西 是不是因为两人就情复燃 惹怒麦迪后 丈夫又恶人先告状说 我们能不能先好好吃顿感恩节晚餐 先不要去讲你那初恋的事 真正让麦迪爆发的是那盘羊肉 她不小心用乳制品专用碟盛盛了晚餐 丈夫就直接将她辛苦几个小时的成果 全都扔进垃圾桶 她瞬间崩溃 砸毁了餐具 还不慎弄伤了手 她躲进洗手间擦洗沾染血迹的羊装 挥之不去的往事侵耳着她的思绪 丈夫和儿子没有关心 反而继续冷嘲热讽 麦迪二十年来对这个家的付出 全都被他们看作理所应当 麦迪再也无法忍受 打包行李离开了家 她开车行驶在路上 表情像是在哭 又像起了几头的笑 麦迪找相识的珠宝店老板租了一间房子 老板的女儿朱迪斯陪她一起去整理 位置是在当地的贫民窟 麦迪还没走进房子就被流氓的言语骚扰 这些环境不好 好在房子还算温馨 她顺利找到了落脚点 朱迪斯对这个落魄的贵妇人很感兴趣 整个晚上都尝着麦迪不肯离开 两人结伴去了黑压压的小树林 这里是被搜救队遗漏的地方 行至湖边 麦迪的手电筒照到了一个身影 失踪的泰西正安静地躺在那里 早已没了呼吸 麦迪几乎要失控 母性的本能让她不自觉流下眼泪 朱迪斯很快叫来了警察 相较于案件 警察对这位封远游存的贵妇更感兴趣 时不时就要制造身体接触 送她回家时还砍上一把油 麦迪找到了泰西的踪影 去除一块心病 现在她面临的问题是 一个独身女人该怎么生存 她做了二十年的家庭主妇 没存款 没收入 她想卖掉名乡的那辆车 但当时的规则是 女人卖车 必须要丈夫签字同意 麦迪又一次崩溃了 她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麦迪突然记起 丈夫给她的结婚钻戒上了两千美元的保险 一个新主义诞生 她藏好钻戒 把家里造的乱七八糟 报警称遭到了入室抢劫 来现场探查的是普拉特警官 在麦迪发现泰西尸体去警局坐笔录时 普拉特就注意到了她 普拉特侦查现场后 很快识破麦迪拙劣的伪装 或许是想卖一个人请 她没有急着拆穿 暗绰绰地提示麦迪 保险赔偿金至少要三个月才会到账 麦迪只好去找丈夫邀请 开什么玩笑 在丈夫眼里 明明是她主动离家出走的 没有人会为她的冲动买单 就连儿子都觉得是麦迪错了 不肯跟她一起离开 同为犹太人 麦迪一家参加了泰西的葬礼 泰西母亲满含热泪地问她 有没有看见泰西的脸 能不能猜到泰西在最后一刻 是不是呼喊过妈妈求救 一句句话向利刃 一刀刀搁在麦迪的心上 警方锁定了泰西案的嫌疑人 水族管老板 逮捕她的时候 她神志不清 将母亲绑在椅子上 自己则在一旁跳舞 一记枪想将她拉回现实 在母亲的陪同下 水族管老板头戴面罩 勾举双手走出来扶法 麦迪在第一时间看见案件报道 直觉告诉她水族管老板不是凶手 周迪斯每天都会来缠着麦迪 他提到很喜欢的一段话 普通的生活我没兴趣 我只追求令人兴奋的时刻 如果我成为一名作家 我会提醒其他人 世上有无限的空间 无限意义 无限维度 这番话将麦迪的思绪 拉回到二十年前 他曾经满怀雄心壮志 要做一名优秀的记者 麦迪在写文章方面非常有天赋 然而自从结婚以后 他却什么也不做了 周迪斯的话给了麦迪勇气 他决定重新回归到记者的身份 蓬拉特警官特意上门告诉麦迪 他的保险申报已经通过 频繁地接触让麦迪和蓬拉特 互相伸出好感 利用这层关系 麦迪顺利掏出泰西案的细节 案发当天 还有个眼睛淤青的人 也在水族管逗留过 那么他会不会与泰西的死有关联呢 麦迪将内幕消息 卖给了新闻报的主编 对方写出的报纸大卖特卖 本以为能凭借这个人情 重拾记者的梦想 但报社不是慈善机构 一个做了20年全职太太 没有任何记者技能和经验的人 不可能是大公司的理想顾约 麦迪没有轻易被挫折打败 他调转目标 给水族管老板扎瓦写了信 扎瓦是最后一个 见到泰西活着的人 而他是第一个 见到泰西死去的人 这种联系应该可以 让他掏出不少线索 麦迪的房子里没有电话 他以每条留言30美分的价格 委托旁边酒吧的酒保 替他接收留言 幸运的是 不出三天 扎瓦就同意了他的见面要求 这是个值得报道的大新闻 他顺利从主编手头 换取了供稿人的身份 预知大笔稿费 并用对方的人脉 见到了负责尸检的法医 扎瓦成为闲人的原因 是泰西的指甲缝里 发现了水族管碎石 而法医还有另一个发现 泰西的身上还找到一些皮肤细胞 双腿的淤青证明 他去世前试图反抗 但扎瓦浑身上下 没有任何伤口 这名凶手另有其人 麦迪如意去了 扎瓦所在的精神病院 他被套上锁链 神情镇定地坐在位置上 等着麦迪 扎瓦很清醒 他否认自己造成了 泰西的死亡 之后就没有再谈论 任何关于泰西的事 而是说起内心里 最阴暗的记忆 同时也是他变成 现在这样神经兮兮的原因 战争时期 扎瓦成了实验的牺牲品 他如同那些待宰的动物一样 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经历彼此痛苦百倍 在这场折磨中 他的身体和大脑双双受损 即使后来被安全救回家 也无法弥补已经产生的伤害 但他从未伤害过别人 即使情绪失控 也不会对无辜人发现 泰西的死和他无关 这条信息量巨大的新闻 让麦迪得到主编赏识 这是他第一次 在报纸上正式署名 同时也得到 在新闻报的工作机会 虽然只是服务热线接待人员 但至少离实现梦想又进了一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每天接不完的电话 数百封没有营养的邮件 要做小伏地给主编系携带不说 面对同事的骚扰 他也只能忍其吞声 麦迪的生活暂时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克里奥面临怎样的困境 他仿佛就是不幸地带名词 哪有以烟酒为伴 和胡鹏格有说的不健康的话题 差点带坏克里奥的孩子 于是他很先和男友断了关系 将孩子交给母亲照顾 父亲离开后 母亲再婚 对他的关心少之又少 偏偏小儿子患有连状细胞症 通常这种病 会带有溶血性贫血 黄胆等症状 最关键的 它是一种无法跟着的遗传性疾病 克里奥想了很多方法 他每天不要命的工作 就是为了攒钱 让小儿子摆脱病痛折磨 戈登是当地最大的黑道头头 地下彩票店的声音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 他也是克里奥所在酒吧的幕后老板 以及女预员的死对头 克里奥希望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来支撑生活的重担 他不遗余力地为女预员工作 甚至在某支演讲上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开格登的地下生意 为女预员获得了不少支持 只是因为女预员承诺过 只要全身心为他服务 就会让克里奥加入他的团队 但事后女预员反悔了 理由是克里奥从未戈登工作 不清白 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是个工具人 随时可以被丢弃 他实在无路可走 正好向戈登服软 表明忠心 承诺会一心一意为他做事 并大闹女预员地拍摄现场 这才换得留在酒吧继续工作的机会 与克里奥不同 好友多拉 酒吧的舞女 虽然沉迷酒精 每天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状态 但只要多拉一开口 那副慵懒又迷人的嗓音 能迷住在场所有宾客 他是酒吧里的活招牌 同时也是雷吉的情人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雷吉 酒吧的保镖 戈登最信任最看着的手下 所有不可见光的活 基本都交给他去做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他的眼角有一块淤青 正是失踪案发那天 和太息搭讪的男人 那条罕见的食眼鱼 出现在戈登的办公室 雷吉有很丰富的 热带鱼饲养经验 办公室的水族箱 都是他来打理 他将鱼冲进厕所 似乎想消灭什么证据 莫非他就是杀害太息的凶手 克里奥的男友改国自新 他曾是个出色的脱口秀演员 经克里奥牵线搭桥 他也能站在酒吧的舞台上 大展才华 小儿子的病更加严重 连眼角都开始泛黄 送去的医院都无法治疗 克里奥开始积希望于牧师 接连几天的祈祷 并没能让儿子好受一些 当他彻底接受 这种病症 不管是医生还是牧师 都束手无策 虽有的坚强和信任 在顷刻间崩塌 克里奥需要更多的钱 带儿子去大城市里寻求希望 戈登交给雷吉一项脏火 可有遇警方正在寻找 眼睛有遇亲的嫌疑人 雷吉无法抛头露面 他自作主张将任务交给克里奥 去截区送一封信 街区这边住着的是戈登的手下 他们收到指令要除掉女医院 前来送信的克里奥 代替了雷吉的工作 被迫担任这次行动的司机 女医院的家里随时都有保镖 警员刚进去就被打得落花而逃 吓得克里奥逃下车 头也不回地跑走 事后通过新闻才知道 女医院只是腿受了点伤 行动失败了不说 警方又很快根据线索 逮捕了案发时的几个手下 就此卷入枪战的克里奥 命运未卜 回到麦迪这边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让她找回信心 也由此激发了内心的反叛 她违背丈夫定下的规矩 却打了耳洞 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 和普拉特彻夜缠绵 第二天起晚了 省心错过儿子的大学宣讲会 麦迪自作主张将儿子 带去现在的住处 她的态度还是那么冷淡舒理 但这次 她总算说出了原因 麦迪以往在家里写的日记 从来不藏好 她由此得知一个惊天秘密 现在的父亲 施瓦茨 并不是她的生父 麦迪年轻时 和初恋阿伦有过短暂的恋情 她出生在相当优渥的家庭 父母都是在报社工作 两人的感情本就不深刻 后来麦迪更是被阿伦的父亲吸引 那是个有成熟魅力的男人 同龄的幼稚和她相比逊色不少 麦迪心甘情愿被她俘虏 怀孕后 阿伦父亲承诺会负责 实际上却在偷偷想办法 断绝这段不见光的感情 总要有个接盘侠吧 没错 这个冤大头就是施瓦茨 麦迪的现任丈夫 嫁的人不是自己想要的 麦迪在单身派对上失忆买醉 朦胧中又和阿伦旧情复燃 最后各奔东西 彼此都有了家庭 这份记忆本该深埋在回忆里 但写日记的习惯 还是让麦迪的儿子窥见了他的秘密 儿子第一时间担心施瓦茨发现 想撕掉那几页 可那样麦迪就会知道有人看过了 儿子害怕家庭被拆散 一直瞒着 他已经习惯了担惊受怕 但麦迪竟然先丢下他一走了之 这样的情况下 麦迪说爱他 他怎么会相信 接下来的日子里 麦迪依旧没夜和普拉特私会 他总是从消防管道的窗户翻进来 普拉特多次提醒麦迪 窗户开着不是件好事 但他的好言相劝 远不及接下来的一个意外 让麦迪印象深刻 一场聚会上 众人都在讨论麦迪的报道 阿伦却走上前一顿输出 指责麦迪为杀害太息的凶手洗白 利用这个新闻吃人选馒头 换取积极的利益 被辱骂一通本就心情不佳 回到家发现扎瓦竟逃出精神病院 从窗户翻进了房子 扎瓦一度以为麦迪探望他 是因为两人之间有共鸣 可看见报道才知道 麦迪不过是想利用他写文章而已 扎瓦逃出精神病院 是想带麦迪远走高飞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无比幼稚 但他没有因此伤害麦迪 而是无比冷静地离开了 警方接到精神病院的报案 在曾找到太息尸体的湖边 逮捕了扎瓦 却没注意到另一个惊人的事情 克里奥已经失踪很多天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的寻人启事 有人给新闻报发去求助邮件 胡编故人的灯坏了 麦迪上报给公共工程部 故人赶到现场准备修理 却发现了一具尸体 今确认 正是克里奥 他的头骨没有伤痕 也没有勒脖子和窒息的现象 尸体在水里泡了太久 很多证据也难以提取 这是一桩棘手的案件 加上克里奥本身的肤色问题 没有人大费周章寻找 他的死和泰西不同 无法在这世界惊喜波澜 主编也不打算在这种新闻上下文章 唯一一个关心案件的只有麦迪 案发到晚 警方抓到扎瓦的位置正是湖边 所有人都以为他在杀害泰西后再度犯案 但他一直都和麦迪待在一起 没有作案时间 可彼此早有约定 见面得试试两个人的秘密 麦迪无法公开 他参加了克里奥的葬礼 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让他在现场显得格格不入 好在这趟没有白来 麦迪认识了克里奥的男友 这才得知克里奥曾下注了一组彩票 中奖当天就突然音讯全无 他为戈登的地下彩票行做事 只要用点手段 就能轻而易举得知中奖数字 那么克里奥的死 是否和戈登有联系 克里奥的父亲就是因为彩票抛弃他的 所以他向来厌倦彩票 又怎么会去下注 这个疑点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赞里奥还有个让麦迪眼熟的人 他是一名理发师 付不起昂贵的房租 通常都是在家里接待客人 彩票开奖那天 他正在给麦迪做头发 一通电话通知他的彩票中了大奖 现在他拥有一大笔钱 直接买下接着的理发店装修 再也不用挤在家里工作 可戈登的彩票行有暗箱操作 普通人中奖的几率等于零 难道是克里奥也把数字告诉了他 麦迪探访了戈登名下的酒吧 想了解戈登生前的工作 却对戈登的得力手下 雷吉产生了兴趣 他眼角没有完全退去的淤青 办公室的热带雨水足香 不得不让麦迪将他和泰西的死亡 联系到一起 经过了解 麦迪又去了克里奥曾工作的百货公司 这才得知他就是那天的女模特 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力量 将两个完全不会有交集的女人牵连到一起 麦迪越来越为克里奥的案件上心 他将发现和猜测告诉普拉特 但戈登的权势何其大 他的人手几乎遍布整个社区 想搞垮他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麦迪可谓是在单打独到 他见了扎瓦的母亲 让对方帮忙寻找线索 可母亲得知扎瓦逃出精神病院 竟是为了见除自己意外的女人 突然变得崩溃 他无法接受辛苦养育的儿子 心里装的却是别人 激动至于举刀伤害了麦迪 麦迪忍痛挣扎爬起身躲进房间 趁他离开才敢出门报警 送医急时 很快脱离生命危险 麦迪住院期间 儿子是第一个来探望的人 他握着母亲的手 潜程祈祷他能快点醒来 麦迪做了一个梦 死去的克里奥出现在他的身边 他小心翼往克里奥离须方向靠近 医院被活水掩埋 前方有一个披着斗篷 跌跌撞撞的男人 不正是谋害克里奥的真凶吗 麦迪昏睡的夜晚 发生了很多事 以往骚扎他的同事为了热度 假意痛心 表达了对他的惋惜 克里奥的儿子跑出门 亲眼看见克里奥的男友 以谋杀罪被警方逮捕 路过的雷吉给男孩塞了一大笔钱 他决问雷吉是不是知晓什么内幕 得到的只有无尽的沉默 普拉特去了哥登的办公室 和麦迪说的一样 热带水足香 眼角有鱼精且精通饲养热带鱼的雷吉 无一不再说他和泰西的死有关联 只可惜脸上的嘴太严 普拉特问了好几个小时 都没问出任何有用的线索 主编来医院探访麦迪 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法医提取了扎瓦母亲的DNA 和泰西指甲里找到的皮肤组织相吻合 而母亲被捕后 扎瓦和他承认了绑架泰西的事实 母亲替扎瓦抛尸 是俩人合力完成的谋杀 麦迪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对扎瓦的信任成了笑话 迷迷糊糊间 他陷入荒诞的梦境之中 数个离奇的场景让他心力交瘁 再次睁开眼 克里奥又出现在身旁 麦迪以为仍在做梦 可触碰到对方温热的体温才明白 他竟然还活着 那狐狸的女人是谁 克里奥并不急着为麦迪解谜 说起了十四年前的故事 多拉和克里奥不仅是好友 在唱歌方面也旗鼓相当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格 多拉落落大方 克里奥却十分内向 彼此约定好在戈登的酒吧内同台演出 但关键时刻 克里奥看着舞台旁攒动的人头 临时怯场 最后登台的只有多拉艺人 克里奥留在戈登的身边担任记账员 一边挣钱养活孩子们 一边以这种方式陪伴多拉 自从多拉和雷吉相爱 她的生活越来越放纵 除了酒精之外 还沾染了其他不该染上的东西 整理人不人鬼不鬼 她最期盼的就是能和克里奥同台演出 可直到死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多拉的身体每况愈下 加上她早早便厌倦如此生活 带着安稳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这之前 戈登担心警方调查枪战事件事 会顺藤摸瓜查到她的头上 让雷吉处理掉克里奥 但雷吉不忍心 多拉离世后 雷吉为她换上克里奥的衣服 制造了一场假死 而克里奥则以多拉的名义活着 雷吉的头脑因多拉的死病的清醒 明白再这样下去 只会有更多无贵人为戈登牺牲 她联合克里奥一起偷走戈登的账本 并成为警方的污点证业 指证戈登多年以来的勾当 克里奥将其余的证据交给麦迪 由她负责报道内幕 如果不是因为当下的情况 两个女人也许能成为朋友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大概是橱窗里对视的一眼 那个时候两人之间注定有很深的渊源 可现在他们只能各奔东西 克里奥以多拉的身份成为助唱演员 继续完成彼此的梦想 麦迪辞去报社的工作开始写作 姚神一变成了知名作家 十年弹指一顺 他们各自都在奔赴梦想中的人生 女神纳塔利·波特曼的新作 似乎没有预想中那么精彩 与其说是一部悬疑惊悚色彩的连续剧 倒不如说是以女性视角 在探讨当时社会对他们的压迫 不管是上流社会的麦迪 还是身份卑微的克里奥 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里都有难言之隐 麦迪被困在家庭主妇的桎梏中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就算有也不能说不能做 内心真实的自我被压迫 总有爆发的一天 克里奥因经济 亲人等各种问题 不得不抛弃理想尾身于现实 深陷淋雨后又想办法脱身 这一点来看 他和麦迪必然会有交集 在我看来 麦迪并不是一定要为谁发声 他只是极度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 摆脱被人瞧不起的家庭主妇身份 抓到一个新闻就不要命的调查 但那又怎样呢 不谈目的 但至少他敢于追求真相 说出真相 在类似体财泛滥的当下 纳塔利·波特曼的新作不太被看好 明明是以太系的谋杀案开头 却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没有交代清楚就解案 仿佛一切都只是为克里奥的故事做铺垫 悬念又太少 种种原因 失去了一个对犯罪故事的基本掌控 但不得不说 纳塔利·波特曼的演技毋庸置疑 他在剧中完美诠释了一个母亲的身份 一个压抑到极致的主妇身份 一个追寻真相不择手段的记者身份 每个不同的身份 都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从不会让人觉得出戏 不管作品如何 他总是会用最优秀的演技对待 不忘初心 也难怪他出道三十年 能在好莱坞作文无可替代的位置